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和开心可以来到Richard跟Grace的家 Richard跟Grace很高兴他们可以接受我们的短短的访问 因为我们已经帮他们完成他们的圣岗的房子成功的卖出 然后他们也是通过我们买的这间EC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他们的新屋子里面 我们欢迎Richard 大家好,我是Richard 介绍一下你搬在这里多久了,然后你的过程 其实整个过程到现在大概是有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了 从我们决定要开始卖掉我们圣岗的屋子 到现在的话大概是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我们是六月半进来的 所以现在大概是三个月的时间 对,目前是还不错啦 就是多亏了Property Limb Brothers的一些建议 还有一些建议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规划 我们的那个买卖房子的事宜这些东西 所以的话目前来讲是挺满意的 OK,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说通过那时候Richard有看到我们的那个一些我们的那些Facebook在社交媒体的广告 然后我们就从那边开始认识 然后也是很高兴可以帮他们完成他们的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 所以Richard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可不可以就是分享一下你那时候在找一个房地产经纪来帮你的时候呢 你的主要的一些条件是什么 嗯,基本上我可以觉得 嗯,我是一个很尿的人 就是我在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会选择很多屋主会选择自己DIY 嗯,自己自己去卖 我自始至终我都是相信要有专业的经纪专业的Agent 可是当然他们要有这份用金跟这份服务的话呢 在我眼里是需要比较有严格严苛的一些条件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在找一些适合的经纪啊 然后主要我会比较对Property Lean Brothers比较有信心 跟觉得他们的特点是在于他们的那个video marketing 就是用Facebook来做一个推广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大概九月十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video marketing其实还不是很多人在用 嗯,所以那个时候比较多看到的是Facebook的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说一些website的一些listing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的屋子跟其他的屋子都是同样是在看照片的话呢 每个人就自己做了 所以为什么每个人会自己做就是这样 然后我会选择你们因为你们有那个video marketing的部分 所以的话我觉得在那个优势方面可以比较好的称托出我们的房子的优点在哪里 还有就是可以比较好的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观众更多的一些target market 所以来讲的话应该会在于我的帮助方面会来的比较好的 嗯,然后就是有些屋主他们在卖跟买的时候他们会可能比较担心那个时间方面的配合 所以在这方面你有feedback还是什么东西关于我们那时候帮你调整那个时间 卖跟买的那个过程你会觉得有怎么样的那个feedback 其实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做得很好 而且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专业的经济来帮我们处理这些时间点的事宜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很好地帮我们算出那个时间跟那个日期啊,那个程序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啊,怎么样做,这样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自己在买物质的时候,自己在买或者在卖的时候 我们会,我们只是考虑到那个我们可以省下的那个费用 嗯,可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不知道要两个月后才可以交所思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种种的那个事宜跟那个 律师啊,手续费啊这些东西,其实它的时间是蛮长的 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规划的话,其实会比较头痛,会比较糟糕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有了Property Lim Brothers的那个 解释跟那些建议,我们会比较,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来计划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去走 几时跟银行开始贷款啊,几时去做规划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他们提供的那个讯息和那个资料 是真的对我很很宝贵的 谢谢,谢谢 这样,Richard, Maybe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会当学想要卖掉你的政府组屋,而且搬到这边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长远的投资计划吗 基本上我觉得我是属于比较幸运的 就是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申请组屋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进场的价钱其实算是不错的 所以就是说到了... 就是那个BTO啦 对,BTO 然后当然就是说之前要有一些计划跟一些概念 所以为什么可能我也比较早的结婚 所以的话我们就比较可以提早的开始这个房地产的规划 这条路啦 换新加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让我提供 CAPITAL APPRECIATION UNLOCKING OF ASSET FUND 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你就决定了选择换取了一个新的EC的项目 你要把你的BTO五年过后 所potentially可以赚的钱 然后转移在这个私人的房地产这里 对,当然是希望说 接下来五年后或者十年后会有更好的规划 当然如果我们还有可以... 那个房地产方面可以有在增值的空间 当然是最好的 还有多一点我想要提的就是说 当我在选经济的时候 我不只是在寻找今天那个时候会帮我卖的经济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只是要找一个很好或者很厉害 非常强非常快帮你迅速的卖掉这间房子 可是接下来的步骤 他不知道或者不清楚 不熟悉要怎么样的去规划的话 那个经济其实我本身是不考虑的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接下一个 在我们圣港的那个地区 他的业绩是很辉煌的 他那个时候也答应过我们说 他可以以很好的价钱把我们卖掉房子 可是当我问他说 接下来应该怎么样走的时候 怎么样的计划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比较有长远规划的经济 还有跟可能比较一般的经济 他的差别是会看得出来 所以之后 为什么会选择就是 考虑这一条那个升值提升的空间 也就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建议啊 跟一些规划 让我觉得是说是做得到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要找一个 可以帮你长远规划的经济 这点很重要 谢谢 对我们很好的那个feedback 我们也是会继续 进步啊继续 帮忙我们的顾客 我从去年来讲 去年我开始认识到 property lean brother 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的 Facebook的那个粉丝团 大概是一千多 现在大概是少过一年的时间 已经翻倍翻到六七千 所以我相信他们是做得很好 而且是有很好的推广力 跟那个渗透力 所以的话 会有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他们 越来越多人的按赞 就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本身的推广 推广方面是有做得很好的 这点是我自己是相信的 谢谢 那当然Richard也是我们的 很好的客户 所以现在也变成我们的朋友 所以我们相信将来 一定有很多再继续 可以合作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是要 谢谢Richard 抽出他宝贵的时间 然后邀请我们到他的新家 好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Richard 谢谢 谢谢